大家好,这里是湾区华人电视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Jack,欢迎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以前在那个电影里头呢,可能借过中国古代的那个当铺 在美国呢,这玩意儿就是Porn Shop 最近呢,有朋友向我们爆料 说前一阵子呢,因为手头这个生意上有点状况 临时需要一笔钱 在朋友的建议下呢,把存在银行里的一些珠宝手势 拿去典当,进行了抵押 当时呢,他有一些不安 害怕被调包 这几天呢,去赎回时 当时检查大致差不多 可是回家,将这个手势归位时呢 发现有一件被调包了 就是被换成了小尺寸的同类东西 他询问呢,有没有律师可以帮忙 First thing first 那么我们这里呢,就先解决这个问题 律师的建议 如果你在典当的时候没有做好记录 比如拍照,拍视频 或者提交你的物品的证书等证明文件 输回时也没有当面好好核实 而是回家后才发现这个不对劲的地方 这样的案子是很难处理的 因此呢,如果你要去典当什么东西 务必做好记录和留存这个证据 当然,选择这个信誉 着助的典当行是很重要的 即使如此呢,他们可能也难免出错 而你保留好的证据 将成为你找回自己 这个自己东西的最有效的手段 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 关于典当行的集点知识 之后呢,再分享如何利用典当行赚钱 我想怎么赚钱 大家可能更感兴趣 我们先来说 我们发现了关于典当行的集点知识 第一条呢,就典当行是一个大生意 很多人可能没有接触过 甚至没有听说过典当这个行业 我们歪曲黄业群的小调查呢 也正是了这一点 我们短时间内做了一个小调查 有51位小伙伴差与调查 其中呢,74.5%的人 没有使用过典当服务 有45.69%的人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铺这回事 表示用过当铺服务的比例 只有区区5.88% 当然了,这也不奇怪 因为我们华人一般不会轻易去贷款 典当这样被认为股时候的买卖 在美国更是不会去考虑 但是这个行业是一个大生意 美国大约有1.2到1.3万家典当行 每年大约有3000万人 依靠这个典当行获得现金 第二,任何东西都可以典当 最常见的就是珠宝玉器 经营手势 因为一般而言 如果不是外不得已 不会使用这个典当服务 因此最关键的时候 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拿去典当 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的物品如游戏机 智能手机 枪支等都是可以的 当然不同的典当行 接收不同的东西 各家有自己的经营特点 但是理论上的确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拿去典当 第三个,这个档价的差别可能巨大 理论上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典当行应该给出把酒不离丝的价格 但事实上并不是 行业的一些调查发现 价格差别可能高到2到3倍 比如一家当铺给你估价300 而另外一家可能给你100 第三,你应该知道你的物品的价值 因为拿去典当的物品都是二手货 那么你的东西在当时值什么价 往往不好评估 为了找到一个公平的市场价 你可以在eBay查试类似的东西 得到一个参考价 或者询问有关的地方 比如珠宝店可以去寻价 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免费的服务 在你知道你的物品的零售行情后 当你到当铺就会比较心理有朴 不会被这个无端压价 第四,典当贷款不便宜 把你的东西拿去支押给典当行 利息往往比较高 可能在30%到300%之间 如果你可以从别的渠道借到钱 比如信用卡或者个人贷款等 那么典当贷款肯定不是你最后的选择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那就是你从传统渠道 比如信用卡或者个人贷款等贷款 如果不能按时归还 你的信用记录会受到影响 而典当贷款不会 因为如果你不能按时 输回你的这个物品 你只是失去了它 而不会影响你的credit 第五,绝大部分人都输回了自己的物品 根据国家典当协会 他们的调查 85%的用户最后都输回了自己的物品 并没有跟自己的心爱之物永别 第六,典当行的用户 以失业者居多 有调查显示 少于一半的典当用户 有瘸子工作 年轻的和年老的用户居多 这些都是处于失业状态的主流人群 50岁以上的用户 接近一半是失业的 而18到25岁之间的用户 有超过40%的没有工作 大体而言 用户的年龄层是相对年轻的 或者是已经 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人 调查还显示 四分之三的迭当用户 跟银行都有非常负面的经历 高于全国对银行40%的不满意率 就四分之三对40%这么一个关系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 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他们转向了典当行 最后我们来分享 如何赚钱的这一部分 相信更多人感兴趣 第一个就是去开典当行 这是一个需要执照的行业 各州的规定可能有所不同 在加州需要去警察局获得执照 从业也不需要特别的技能 有零售经验就可以 典当行在世界各国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 很古老的行业 利润比较丰厚 当然要建立自己的信誉都不容易 跟任何行业都一样 第二个抓起的方法就是去典当行买东西 前面提到过去典当行的人 80%左右都输回了自己的物品 那么就是还有15%的物品没有被输回 典当行就需要出售这些东西盈利 因为典当行在当初估价的时候 可能给用户杀了很多价 比如价值一万块的手表 可能只给了4千块 那么现在只要高于4千块 那就愿意出售 而此物在市场上的正常价格可能是8千块 因此如果你经常光顾这个碟当铺 而且对某些东西比较了解 那就有机会掏到这个宝贝 比如我们的群友Jane 他说在日本当铺他掏到过一个一串金色的海水珍珠 价格简直赚爆了 他还买过翡翠等 美国的钻石也可以考虑 因为有标准的解册证书 在拉斯维加斯和瑞洛这些赌产旁边 叠当铺也很多 可能经常有人输红拿野 临时把这个之前的东西拿去当 结果无法输回 当铺再拿出来便宜卖 如果你灰眼失足或者运气好碰到了 那么也是一笔发财的机会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